禁電室泄密 有說本會陣風室已經把相關業務查 查並且移送法務部連政署 移送了幾件 移送了幾件 這可要問我們陣風室 因為基本上來講的話 移送了多少人 認為查查之後有多少人涉嫌泄密 先進行的是事件 因為檢訣是事件的問題 好 一定是有人泄密啊 事件也是說有幾個人泄密 那我現在只問的是說 移送了幾件 或牽扯了多少人 那個李主任 我請我們陣風室的李主任來回答 來直接簡單回答 移送了幾件 移送了多少人 包括委員 那個因為我們收到了 檢舉行前後 總共包括交查有五件 五件 對五件 那因為這些檢舉的事實 大部分都重複 那我們再查查以後 送給了連政署 那其中有四個 總共有四件案件 四個案件送連政署 那幾個人 牽扯多少人 因為裡面有 這些案子並沒有特定指明 是誰泄密 但是從裡面可以 那你們查查的結果咧 你們先內查嘛 內查你們覺得說涉嫌重大 你們才會送連政署嘛 如果你們覺得說涉嫌不重大 或是不符合事實 你們就不會送連政署啦 他叫你… Gracias,請教肆 請教育 我們看了 我不是說涉嫌重大 不符合事實 不是說涉嫌的 然後好像不符合事實 我是不符合事實 就是不符合生的